很多人养富贵竹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富贵竹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富贵竹是一种非常喜庆的植物 有着富贵招财敬宝的寓意 很多花友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 养过之后就发现这种植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养 虽然它可以养到水里去 但是却经常出现大面积黄叶的现象 动不动就黄叶了 其实出现黄叶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富贵竹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堂课程当中 一木会详细的给您介绍富贵竹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富贵竹 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富贵竹的盆栽 那我们来说它的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富贵竹是喜羊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绝大部分的花友都以为它喜阴 因为我们家庭把富贵竹一般都是摆到室内 然后养到水里 它都可以正常的生长 其实它这种植物只是耐阴并不喜阴 如果大家去生产富贵竹的苗圃 或者去生产富贵竹的公司 您去转一转您就知道了 它们养富贵竹绝对不是养到室内的 它们是养到户外接受充足的日照 所以富贵竹其实是一种喜阳植物 不是喜阴植物 只不过它不耐阳光的暴晒而已 在盛夏季节富贵竹一般是需要一个遮阳网来遮阴的 花卉公司和苗圃都是这么做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给它一顿的阳光呢 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富贵竹生长的更快 懂吗 因为有阳光就长得好 长得更快 没有阳光呢 它就长得更慢一些 那我们在家庭养富贵竹 应该给它一个怎样的光照环境呢 我教大家它需要的光照 是一种温暖柔和的散射光线 这种光线是通过阳光 从玻璃直射过来之后 打到墙壁上 然后再形成慢反射洒到富贵竹的叶片上 这种阳光温暖柔和 没有白色的光斑直接晒到它 所以我们在家里养富贵竹的时候 如果你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些 那么你可以把它靠着窗户养 但是呢 不要接受窗户的直射光 养在窗户的旁边 有散射光就足够了 这种环境下养富贵竹 它的生长速度会更加的快一些 这个就是养富贵竹的诀窍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富贵竹 第二个养护技巧 就是它的根部处理 以及换水加水的技巧 首先说它的根部处理 我说的根部处理 指的是富贵竹的底部 看到没有 大家看我这盘的底部 我把它全部削成了一个斜口 我们买回家的富贵竹 它都是平口修剪的 我们拿到手的第一步 要把它修剪成这种斜口 为什么我要剪斜口呢 因为斜口它跟水的接触面积 比平口要大得多 甚至大于一倍以上 所以说斜口接触面积大 它吸的水就更多 吸的养分就更多 更能够促进富贵竹的生长 所以能减斜口 咱们尽量的减斜口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来讲一下 它的换水和加水的技巧 我们家庭盆栽水培富贵竹 需不需要换水 怎么换水呢 这里的换水要封为它生根前和生根后 富贵竹如果刚买回家 像我这种还没有生根的话呢 我们要求每天都要换水一次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气温越高 水发臭的味道 它的速度就会越快 所以我们每天换水是为了保持水面的整洁 有利于它的生根和健康 如果你的富贵竹开始生根了 就可以逐步的增长换水的时间 根系比较少的时候 你可以三天换水 根系如果已经完全长满了花盆 那就不用再给它换水了 只用加水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当花盆的水分降低降低降低的时候呢 我给它添加薪水就可以了 这样永远都不需要给富贵竹换水 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富贵竹养了很久 根系很茂密 那么不需要把花盆倒水 然后加薪水 不需要直接加薪水就可以了 明白吗 那加薪水的时候是有技巧的 大家听好 首先第一个技巧是 我们加什么样的水呢 那如果在我们家庭养的话呢 加自来水是没关系的 但如果你想让它长得更好 可以选择收集一些雨水 来给它添加 雨水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个 雨水是呈现弱酸性的 而富贵竹是一种洗酸花 更有利于它的生长 第二个是雨水 它不像自来水含有氯气 这样呢 没有氯胁迫 更有利于促进富贵竹的生长 所以雨水是更合适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技巧就是 我们在添加水的时候 千万呢 不要添加的过满 很多花友 尤其是刚养它不了解它的花友 一加水就把整个花瓶全部加满 这是错误的 尤其是在富贵竹还没有什么根的时候 如果每一次加的太满 会影响整个底部的呼吸作用 导致它出现腐苗 烂苗 烂根的现象 那我们正确的加水 这个高度呢 是整个花瓶的三分之一 就像我这里的这个高度就足够了 所以我每一次水蒸发到差不多没水的时候 就添加到花盆的三分之一 就足够 千万不要贪多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富贵竹的土培技巧 那富贵竹这种植物啊 它其实本身就不是一种水生植物 它是土培的植物 明白吗 它本身是种到土里的 尤其是大家去看生产富贵竹的 苗圃和公司 它们都不是养到水里 都是种到土里的 因为只有种到土里 它生长的速度才快 这样呢 更有利于它的经济价值 因为它长得快 就可以卖的更多 对不对 所以对于生产者来说 都是种土里 不会种水里 那我们买回家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种到水里 因为它具有水生能力 你也可以种到土里 种到土里的好处是什么 土壤当中的养分更加的充足 可以全方位的促进它的生长 所以种到土里的富贵竹啊 它往往长得更快 长得更粗 叶片更大 而且更容易把富贵竹养开花 没错 富贵竹也是一种会开花的植物 很多人养过很多年都没有开花 就是因为水培比较难 土培的话呢 开花的代率就会大大的增加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富贵竹的透气性问题 富贵竹这种植物啊 它叶片很大 但是呢 叶片的密度并不大 并不容易生病虫害 所以它整体上对透气性的要求都是比较低的 基本上家里任何环境都可以养它 只要有充足的散射光线 那么你可以把富贵竹摆在家里任意的位置进行栽培 这一点啊 是比较友好的 明白吗 所以它对透气性要求不高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富贵竹的施肥技巧 那很多花有养富贵竹是从来不施肥的 我告诉大家这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富贵竹养到水里啊 这个水里几乎是没有任何养分的 那富贵竹的整个生长 它就吸收不到它应该有的养分 所以它很容易生长缓慢 容易黄叶 落叶等一系列的现象 那我们家庭里养啊 一定要学会给它施肥 那这种土 那这种水培的富贵竹 我们应该怎么施肥才正确呢 在这里我教一下大家 在家里养富贵竹啊 我们比较适合用的是这种植物营养液 它是一种液体肥 更加适合水培植物 容易被植物迅速的吸收掉 那具体这种营养液 我们怎么给富贵竹来用 下面呢 我来教一下大家 我们用的时候 并不是把这个营养液直接往里面灌 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先稀释才行 那怎么稀释呢 我们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接着呢 我们把营养液打开 然后呢 倒入一瓶盖的营养液 好 然后呢 装啊 再把它倒入1000毫升的清水当中 轻轻搅拌 让它呢 跟清水完全的溶解 溶解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浇灌到富贵竹的花瓶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可以直接把这个营养液的液体去养富贵竹 浓度太高了 一定要在它里面已经有水的情况下添加 记住每隔半个月 我们少量的往这个富贵竹的花瓶里面 加一点点营养液就足够了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满足它全方位的生长 因为这个营养液里面 它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 氮 磷 甲 以及各种中微量元素 因此富贵竹既能够长得快 也容易增强抗逆性 不容易晃液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富贵竹的过冬技巧 我们养富贵竹一定要知道 它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植物 我们养花要学会举一反三 像这样的热带植物 它基本上都是一种怕冷的植物 而富贵竹是极其怕冷的代表植物 所以我们养它的时候 在冬天一定要保温 不论您在南方还是在北方 还是居住在世界各地 不论您在哪里 只要你的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 都要警惕 富贵竹一定要在室内暖房去过冬 冬季的温度最好要控制在10度以上来度过 不要低于10度 因为富贵竹如果低于10度 很容易冻伤叶片 形成黄叶 而且是大面积的黄叶 如果长期低于5度 富贵竹很容易冻死的 所以我们冬季 冬季保护富贵竹 就是用来控温来保护 这一点至关重要 那冬季的第二个技巧就是 我们也要同时了解富贵竹是一种 比较喜欢湿润气候的植物 惧怕干燥 然而冬天一般空气都很干燥 尤其是北方花有家里是有暖气的 暖气一开可能湿度还不足50% 过度的干燥 那如果空气极度干燥 富贵竹很容易出现干肩 卷边黄叶的现象 尤其是干肩很容易出现 那这种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给富贵竹去加湿 这一点在冬天养货特别重要 大家要学会 那如果你家里有加湿器 你直接放到加湿器旁养 这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加湿器也没关系 大家准备一个喷水壶 然后我们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和晚上太阳落山傍晚的时候 给富贵竹的叶片像这样喷上雾水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叶干肩和卷边的发生 一天至少喷两次 原则上次数可以越多越好 好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富贵竹的修剪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富贵竹如何修剪呢 主要有两个修剪点 大家记一下 第一个的话 如果富贵竹它的叶片上 像我这样有这种肝尖枯萎 黑斑 还有大面积的黑叶等等 这些有病害的叶片 我们要把有病害的位置及时的修剪掉 因为它双方可能携带病菌 如果你不修剪 它会继续接着感染 或者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所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斜剪的方法 然后快剪把它剪断 然后让它继续保持斜口不影响造型就可以了 所以有这种黄叶枯叶黑叶及时修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如果它生长的造型不符合你的生长预期也可以修剪 比如说有的枝条它长得过高可以剪短 有的枝条长弯了 可以把过度偏移的枝条给修剪掉 这些修剪都是属于造型修剪 是每个人的审美需求的修剪 这不是硬性的要求 明白吗 但是这可以剪 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去剪 这个没问题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富贵竹的繁殖技巧 我们家庭如何繁殖富贵竹呢 其实它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我们只要任意的剪下富贵竹的一段净段 就可以进行繁殖 不论是插到水里还是插到土里都是可以活的 那有什么技巧呢 就有一个关键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快速生根叶 或者是有植物生根叶快速生根粉 你都是可以用的 因为你如果用了之后 它们生根的速度会大大的加快 繁殖的成活率也会更高 这种繁殖呢 就叫做富贵竹的千叉繁殖方法 所以你只要任意的剪下它的一段枝条 插水插土 都能活 好的 那这一期关于富贵竹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